这只狗狗真是太可怜了 它的肚子装满了液体排不出来 狠心的主人见状把它丢弃在大街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狠心的主人 如果是你的狗狗变成这样 你会抛弃狗狗吗 不会抛弃狗狗的朋友一起扣888 幸好狗狗遇到了救助站的小姐姐 好心的小姐姐把狗狗带回来治疗 让我们为善良的小姐姐点赞一下 兽医随后马上给狗狗展开治疗 决定在狗狗的肚子上用针管将液体导出 通过除去液体来减少狗狗肚子的肿胀 给狗狗肚子削完毒之后 随后用针管插入 液体也不断地流入罐子里 狗狗因害怕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兽医也不断安抚着狗狗 让它不要担心害怕 很快就可以把它治疗好 20分钟之后液体就排出了1%的量 狗狗也是十分地乖巧 一直乖巧配合着兽医 因为狗狗感觉自己真的是有救了 或许狗狗自己也没想到 在被自己主人抛弃之后 还能被好心人给救助 这也许就是因祸得福吧 经过一下午的时间 狗狗的肚子也明显小了很多 我们也祝愿狗狗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在这里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被温柔以待